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福音清谈节目《浩国星》 节目主持刘海明 欢迎收听《浩国星》 《浩国月报》六月份的主题是良善 我们都很想做一个良善的人 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怎样才可以坚持良善呢? 梁林天卫博士 就会和我们分享下当中的秘诀 当我听到良善这个字 我就会即时想到做好事 做一个大善人 想到一些人是愿意捐出 相当大的一笔家财去救急扶危 我都会想到 其实良善就是一种很着重以他人为本的品格 或者英文的利他主义 希望将在社会里得来的东西 是回归给社会的 令人觉得这些人 是有一种很无私和正直的品格 我记得很久之前 曾经负责去收生 去帮助一些学院 去见一些青年人 他们愿意读社会工作 就和他们谈一下 为什么他们想读 看看他们的心智 是否有适当的投放 发觉很多青年人 进来就告诉我们 他们为什么想做社工 就是因为他们很信任 伸张正义、利他、服务人群等等 有些提到 有些提到 从小时候 父母教他 助人为快乐之本 有些提到 接受了一些人的帮助 所以很想去帮助人 更加很多 提到他们信了主耶稣 所以愿意 好像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去服务他人 我想回来 我自己读社工的时候 同样 都是有一团火在心里 很想去帮别人 可能这种 这么单纯的纳志 在青年人里头 是很常见 很愿意 将自己的生命 投放在一些 不只是为了自己的 而是去帮其他人 甚至帮这个世界 社会 很可惜 这种很高尚的情操 往往受不住 岁月的煎熬 和黑暗权势的冲击 所以再看回 我以前收过来 讀社工的学生 甚至变得奋世疾俗 和心灰疑难 我最近很感恩 听到一篇很精彩的道 这位牧师 教导我们 《马可福音》第十章 他说到 耶稣都见到一位青年人 而且他是一个很诚恳 品牵磨品格都不错 还有一个官 他称耶稣为善良的夫子 或者老师 耶稣就回应 其实只有上帝才是良善 接着他就呼吁他 放下自己的家财 去跟随主 但很可惜 这个少年的官员 不舍得放下的家财 就不能够跟从 于是只有很忧愁地离去 牧师就说到 其实立志为善容易些 但坚持行善就难得多 当我们越来越在社会上打滚 越力越来越深的时候 就发觉人的心 往往是会衍生很多恶念 或者只是掛着自己的那种念头 有时这些恶念甚至是源于一种自保 或者是保障自己 保障家人的心态 很注重个人的利益 成就 所以这些行善很多时候 就是流于表面 和喜欢做在人面前 有人曾经说过相敬如宾 鼓励一些夫妇 其实真的很有智慧 如果夫妇真的能够去 好像对宾客那样 不断去对自己的配偶 那我想的确就会影响了 那个婚姻关系 是令到她更加开心更加和谐 那问题就是说 有时我们去觉得很难去关心人 或者是以人为先 其实不是一定我们不看到别人的需要 更加不是因为我们不懂 如何去考虑别人先 或者去帮别人的技巧 而是在长久来说 我们缺乏了那一份 是出自内心真实的良善 去支撑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以其实在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良善这件事是一个相对性的 其实最良善的人都仍然有阴暗面 那在这个阶段我就开始明白 为什么经常都有很多不同的分歧和意见 更加有很多打不完的战役 有很多种族仇恨、歧视 真的好像是立志为善游得我们 但是走出来就游不得我 这位成就非凡的青年才俊 在圣经里讲到 其实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向耶稣追问 那我应该怎样呢 或者去找耶稣帮他 就好像在马拉福音提到 有很多那些自己觉得自己都不够 还有是有时候病到七彩 有些是很穷 他们就很大胆地用信心去向上帝 或者是向主耶稣求问 于是耶稣去指点他们迷津 或者他们接受一个医治憑信心 他们就能够得到主的恩典、祝福或者医治 那么他们的生命也都起了最基本的变化 那么他们就可以因为这样 就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所以原来我们是愿意求问 都是很重要 原来我们愿意去承认自己的不足 都是很重要 原来良善是圣灵的果子 也是上帝的属性之一 那么主基督是藉着这种的爱 或者良善去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 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主耶稣连结 其实自己就很难做些什么 今期《浩国月报》还有很多关于良善的文章 欢迎你,click入以下的连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